听着骇人听闻的命案 这是在台北市有一名备受父亲宠爱的女子 她向父亲所讨5000元的零用钱不成 竟然持刀在短短6分钟之内 狂砍父亲24刀死亡 这名女子因为打伤了租屋处楼下的邻居 担心遭到报复 所以向房东提出搬家的要求 而这名老先生是接获房东的通知前网劝说 谈话的时候 这名女子先向爸爸要了5000元 但是老先生身上只有300元 没有想到这名女子突然疯狂咒骂 而老先生一时情绪激动大骂女儿不孝 竟然就被情绪失控的女儿 使水果刀狂砍致死 命案现场拉起封锁线 老翁城市地点是在台北市临森北路 一栋住商混合大楼的二楼套房 晚间死者儿子到现场认识 沈晴林重不发抑郁 请问是田先生吗 我会发生这样子 之前有惊觉说爸爸找不到 大楼监视器曾经派到死者身前 独自一个人进出大楼 邻居表示他前一晚和女儿发生严重口角 警方怀疑辞责女儿 设有重嫌 前胸是六刀 后背是十六刀 手背有两刀 这是比较明显的刀伤 那现场有三把刀 两把已经刺断了 三把都是水果刀 那致命伤应该是在喉咙跟胸部这两刀 的确是东东嘛 对不对 那你知道他们家里的状况怎么样吗 你知道他们家里状况怎么样吗 因为他们在办案我不能讲 他几个人住在这里 死者田县老翁七十四岁 全身刀伤 胸口六刀 背部十六刀 会握在客厅的鞋柜处 死者的一双儿女年约四十多岁 不过女儿在案发之后 一度失去联络 在警方策动之下 老翁的女儿才愿意出面 配合调查说明案情 到底有没有涉及命案 很快就会查个水落石出 中天新闻 白建华国朝起 SNG小组 特别报道